2019年6月 香港一场游行拉开了修理风波的序幕 至此之后愈演愈烈 激进示威者在全港各区肆意纵火 打杂破坏 扰乱社会秩序 摧毁经济名声 不少香港青年也深陷其中 坐上偏离的人生轨迹 阿伟便是其中之一 今年24岁的阿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去年刚从新加坡读书回港 踏上香港的那一刻 他便看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画面 但我后来8月份回来 刚刚遇到机场那个堵塞的事件 看网上画面都没办法想象得很好 经过那一次我觉得都挺惊讶 阿伟所说的机场堵塞事件发生在2019年8月中 激进示威者冲进香港国际机场 大声叫嚣 堵塞离境通道 令上百班飞机被迫取消 无数旅客被迫滞留机场 从那时起 香港修理风波逐渐失控 示威者的行为也愈发激进 这让阿伟意识到 所谓争取公益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 机缘巧合下 他成为了反对派阵营中一名区议员的助理 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坚定与黄丝割席 做理工作已经很多时候不是单纯 帮助居民这么简单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的准则太政治化 在区议会里面 他们批钱给不同的民间组织 地区社会组织去做事情 他们开始会变得 一定要是黄型的 他们才会批 身处这样的环境中 阿伟愈发变得急躁和偏急 此时一位老师分享在社交平台上的视频和文章 让他的心境开始发生转变 虽然立场不同 但我看到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很相似的 都是希望香港好 开始比较理解他们的想法 我慢慢看得多 然后我又跟有类似立场的人去聊天 我就明白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人因为参与黑豹而面临法律制裁 甚至逃往海外 阿伟觉得很心痛 所以他选择勇敢站出来 希望受删获的年轻人能多想想删获者背后的动机 也希望伤获者不要再为异己之力而伤害香港青年 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所谓的物识的人 你自己都不敢去做的事 你就真的不要人去做 你父母那么辛苦 养大了你的子女 他们都不想看到这样的 那些人就来冲撞的人 他们要受苦 他们要流亡 去其他地方 但是你那些在背后鼓动人家的人 就在那里做响其成 一个月代十几万 希望就算有立场都好 但是都不要去鼓动人家做的事 如今阿伟已经递交了辞呈 他称那一刻如是重负 希望能找一份正常理性的工作 安安稳稳生活 也希望香港能恢复平静 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 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 就是找回其他那些普通的工作 去做回 慢慢去调整 还有虽然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不理解 但是我希望以后 有机会通关之后 可以多去内地 就是如果还可以进去 可以再多了解 其实我希望香港能慢慢 转出去正常化 其实这件事不是特定群体有的责任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责任的 我又要出一分力 大家出一分力 当每个人都肯出一分力的时候 那就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